知道我們要的最後結果 你會發現這個有個多餘的東西 也就是說 冒號 前面的東西 這些不要 不過第一時間也可以想說用資料剖析 剖開來對不對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剖開來之後我們要後面的東西 你也可以用資料剖析 只是說呢 可以試著寫寫看 我們如果假設用那個 Excel裡面的 這個公式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第二個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MID MID是第幾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文字 最近有沒有什麼 這沒用過 最近使用 那個文字類裡面的MID 然後把剛剛的這一串 公式貼上來 另外就這一串 那我要第幾個字 其實你如果用Find的話 假設我們用Find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Find 刮鬍 要Find什麼東西呢 Find冒號的位置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冒號有時候有全形半形 的位置 在哪邊找 在目前的這個資料 所以目前資料的話就是這一串 所以變成 如果你要貼的話變 你還要再把這個 處置 再貼一遍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鬍 他這個時候的話 沒找到 為什麼 因為冒號應該是全形的 所以你這個冒號 假如你打半形也不行 那怎麼辦 變成你要切 切到新注音好了 這邊可能要冒號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時候 第五個字 但問題來了 公式太長了吧 對喔 有沒有 要重複 所以我建議啦 不如你 假設不用Find的話 這個Find當然你就 後面 找到冒號的時候 加1比較好 第六個字 然後後面的話 加99 就會出現 OK 如果你按確定 像個像一下 OK了 可是喔 第一個 我考慮的 就是因為他公式 太冒長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換個方法 這個的話 你可以換一個方法 LEN LEN的話 算長度 哪個的長度 這個蘭文名稱長度 剛好呢 四個字 那因為呢 他的蘭文名稱 跟這邊的字數 相差 只有一個字 冒號 所以 加1 之後的話 因為加1 就剛好冒號的位置 所以加2 取得我現在的這個資料 那後面的話呢 要幾個字 當然理論上 你是應該要數清楚啦 比如說這邊應該有幾個字 有 年月日 加上兩個減號 應該十個字啦 問題跟各位講喔 以後如果說你的資料 剛好在最右邊 全部都要的話 其實你可以給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這有點取巧啦 不過我覺得這招還蠻聰明的 就不用傻傻的在那邊算吧 反正就是 給一個很大的 我就給99 按確定 好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右應該是OK的 但是向下應該不OK 有沒有 為什麼不OK呢 這個公式裡面 有一個地方 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的欄位名稱剛好在第1列 所以如果你向右 他會跳 別的OK 可是如果你向下的話呢 那就不能 1不能變2喔 有沒有 所以不能變的話呢 那應該怎麼做 把這個 1前面加什麼 錢的符號 這樣子 就完成 OK 所以差別關鍵地方在這裡喔 那你想說 老師那d前面可不可以加 如果你加了會怎麼樣 加了就全部都是入職時間的長度 有沒有 這邊有四個字 那如果姓名跟公號 還是算 還是四個字 那不對 所以喔 記得 這邊不能加啦 OK 應該可以 知道這個概念吧 因為藍列的鎖定喔 我發現有些同學 不是那麼清楚啦 這個也非常的關鍵 按確定 向右 向下 然後呢 再把這四藍選起來 其中一藍中間這條線點兩下 OK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OK 請各位試試看吧 我當然 剛剛有用到 就是 這個地方喔 也可以用Find 可是後來發現喔 Find 它的公式太融長 我覺得用L1N好像比較簡單 當然以後如果說呢 假如 他剛好他的藍位名稱 跟他放的資料不一樣 那你也只能 用Find了 不然的話 好像也沒別的選項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這一個工作表 複製過來 Ctrl加按住 複製 把這邊再改一下 因為我們第二階段 一樣要把它改VBA 那我們就不錄製聚集啦 因為錄製聚集 其實好像這個地方 沒有太大的作用 也就是如果今天希望喔 寫一個VBA的程式 一樣喔 可以按個按鍵 他自動幫我把這邊的資料 快速的放到這邊來 那一樣有個按鍵就清除好了 這地方該怎麼做 OK喔 所以有點像是 把另外一個 範圍縱向的資料 然後幫我把它放在一個 二維的範圍資料裡面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其實喔 甚至我後面也有一些 延伸的練習啦 如果你四欄要變成 又把它恢復成同一欄的話 怎麼做 或者是四欄把它變兩欄怎麼做 反正因為一般 在工作上遇到 常常就是說 把 某個範圍的資料 就是 分開來 分在不同欄 然後呢 等到分開來之後 我又要做其他處理 又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所以這個常常會遇到 資料的分與合 所以這個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其實也不妨多多練習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先用那個Excel裡面的函數 總共會用到 其實還蠻多的 用到 這個 這裡又多增加一個MID 跟LEN 應該最簡單的 或者你們可以試試看 用FINE 看看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其實我還是用REPRESS REPRESS也可以 再想想看吧 如果你有找到 利用什麼樣的公式 更簡單 歡迎再提供給我 可以把這邊弄得更精簡 然後其實透過 思索 然後去找尋不同的函數 順便也可以練習 也就是以後的話 你每個函數 就會非常的熟練 以後 遇到什麼狀況 你就會比較知道說 我用哪個函數 解決問題 應該 是最快速又簡便 公式也不會那麼複雜 試試看 喔 好